由于中国国债对美国国债的收益率优势不断缩小,以及乌克兰战争带来的地缘政治不确定性,境外投资者上个月减持中国国债的数量创下历史之最。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的数据计算,海外投资者在3月份竟卖出了500亿元人民币的中国国债,创下记录,目前这些投资者持有的中国国债规模减少到2.43万亿元。 由于中国国债和美国国债之间的收益率差几乎消失,促使包括Pinco、品浩和Alliance Bernstein在内的全球基金开始卖出中国债务。 渣打银行中国宏观策略主管Becky Lu表示,由于高利差、强劲的货币前景和更加鸽派的美联储,此前超配中国境内债券的投资者可能会在短期内降低投资,转为中性。 中国的债务在2021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回报,因为与美国相比,中国的宽松货币立场提升了其作为避风港的吸引力。 虽然中国人民银行进一步宽松的希望仍然存在,但由于对美联储积极加息的预期,国债的抛售正在抹去中国的收益率优势,这是十多年来的第一次。 中国十年期债券相对于类似期限,美国国债的溢价目前约为十个基点,低于年初时的一百多个基点。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的数据,在过去两个月里,中国债券总共流出了900亿元人民币。 中国债券网三月份的数据还没有公布。 根据国际金融研究所上月底的一份报告,高频数据检测到中国股票和债券出现了前所未有规模的资金外流。 彭博经济的分析师David Chu表示,目前债券市场的资金外流水平不太可能引发中国人民银行的任何反应。 他说,如果我们看到更大规模的资本外逃,央行可能会关注它,但它不太可能采取任何积极的行动。 与此同时,高盛集团将其对中国今年的债券流入预测从高达1400亿美元下调至1000亿美元。 我们认为,鉴于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程度,未来几个月的资金流动可能仍然疲软。 该行包括Danny Suwanapruti在内的策略师在4月3日的说明中写道, 现在关注编辑实验室,与全球最新的财经信息保持同步。